我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游戏公司格尔木基无端拉临动车司机斯拉网站 我是2013年开始成为一名司机 到现在快十年了 2014年拉日铁路开通后 我有一次支撑旅客列车 在石卡子站 我们停车完以后 在站台上有几个藏族同胞 就围到我们司机室旁边 他们就用藏语聊 这个火车有没有方向盘 这个火车是几个人开 当时我就用藏语去给他们说 这个火车是一个人开 然后这个火车是没有方向盘 它是根据铁轨的方向 我们就火车就哪个方向走 因为我用藏语给他们说 然后他们就特别惊讶说 哎呀 藏语人会开火车 我觉得当时就是比较激动也比较自豪 2021年6月25日 我担当了拉铃铁路首发动车的支撑任务 作为首发司机 自己感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 比以前的机车比起来速度快 操纵方便 我希望有一天开着动车回到我的家乡 让我从成都让我妈妈坐上我开的动车 让她感受现代铁路带来的出行便利 谢谢大家